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清脉大学播客第三季第十九期 我是今天的中文主播陈炎君 接下来就由我为您分享本周的播客内容 清脉大学兽医学院新建宠物健康中心 旨在为宠物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清脉大学兽医学院新建了一所专为犬猫提供全面的疾病预防 及保健护理服务的CMU宠物健康中心 其服务项目包括宠物的定期体检 预防性疫苗接种 体内外近身虫防治 办理宠物健康症及植入微芯片 以帮助追踪和搜寻走失的宠物等 除此之外 该中心与其他的宠物医疗机构有所不同 其服务区被划分为两个专位宠物狗 及宠物猫设立的独立区域 这不仅能防止自家宠物受到其他病患宠物的疾病传染 还能确保宠主能安心了解到自己的宠物 尤其是猫 不会因接受服务而感到紧张不安 从而提高服务效率 CMU宠物健康中心主要提供以下服务 1.宠物体检项目 2.驱虫项目 3.跳蚤及新丝虫防治项目 4.血液寄生虫检测项目 5.猫艾滋病及白血病检测项目 6.微芯片植入项目 7.疫苗接种项目 8.宠物健康症办理 该服务办理时间为 每天上午8点半至下午4点半 9.接种疫苗后的抗体水平检测项目 抗体水平检测 可用于评估犬猫在接种疫苗后 对疾病的免疫能力 欲了解更多有关CMU宠物健康中心的信息 请致电053-948-043 进行详情咨询 以上就是我们清脉大学播客 今天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